用不了多久 你都不需要摄像机 不需要出门 你就可以做旅行博主 你只要把你脑子里的画面 用文字告诉AI 它就能生成逼真的 你想象中的世界的虚拟视频 光 影 运动 每一处细节都能很好地呈现出来 OpenEye的 Sora生成的震撼的极真实视频 大家每天都在被它刷屏 这我们就不具体说 它的技术环节了 有的人看了Sora的演示视频以后 说未来一个人 就可以做出好莱坞籍的大片了 影视 短视频行业就要被颠覆了 大量的相关从业人员就要实验了 美术师 分镜师 摄影师 布景 道具 这些工作都会被AI替代了 一部电影 如果要搭一个宏大的布景 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 这些成本和时间 在将来就可以大大的节省了 韩寒在访谈中介绍电影《飞驰人生2》的制作的过程 为了体现拉力赛车的速度感 车轮带起的尘土的效果一定要够 所以整个剧组要在晴天路面干的情况下去拍摄这种镜头 但是如果遇到雨天 路面湿滑带不起尘土 整个设置组就要停机 一直要到天气转情路面干燥 每天几百万的成本就这样花出去了 如果用AI生成 一部电影的拍摄时间和成本可能会降到原本是十分之一 但是一部好的电影 要故事好 特效好 观众在情感上有共鸣 接受电影输出的价值观 让每一个观众都能有代入感 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只靠AI就能做到的 就算是同样的素材 不同的剪辑师和导演来解 会呈现出来完全不同的故事 观众感受到完全不同的情绪 印度有位著名导演叫塔西米星 作品非常有创意 拍广告开价也很高 有一回 客户说他 你就拍一个三十秒的诺告 要收好几百万美元 说得过去吗 塔西米星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 你花钱买到的果 就是我做导演的这段时间 还有我喝过的每一口酒 品过的每一杯咖啡 吃过的每一餐美食 读过的每一本书 坐过的每一把椅子 谈过的每一次恋爱 去过的每一个地方 你买的是我全部生命的精华 转化成的三十秒 怎么会不贵 人最宝贵的是自己人生中的经历的总体 和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 这些是AI无法理解的 Sora的出现 大家更多的关注是他对影视行业的颠覆 但是真正我们要关注的是 他对我们真实物理世界的理解 之所以能生成这么逼真的视频效果 是因为他理解的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 Sora不是简单对二维图像进行处理 我们看到的世界是物理规律作用下 物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Vision Pro的出现 再结合Sora 以后在VR虚拟的世界里 如果你的虚拟旅行中有风吹过 那么树叶会随风摆动 就像在现实世界中一样 无论是走在大雨中的伦敦街头 还是站在满是星星的夜空下的大侠谷边 它都能让你感觉自己真的在那里 现在Sora已经能做到这么好的效果了 但是OpenAI也坦诚说 在很多的复杂的物理环境中的效果 实现的还不是那么的完美 但是AI迭代这么快 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问题都会被解决 作为我们真实世界的模拟器 为其他的领域提供非常多的支持 让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 加快步伐 这些才是Sora的底层使命 那我们每个人能做什么呢 还是那句话 拥抱AI吧 不要让技术因素 限制了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 不要因为团队 制约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表达 我们积极用AI帮助我们 去表达自己脑中的世界 探索AI的边界 Sora虽然很厉害 但整个人工智能对更多行业 的改造还在非常初级的阶段 与其焦虑不如行动 新的世界难道不让人热血沸腾吗 都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的阶段的阶段